今天下午,深圳市市长许秦会见了以色列霍巴特国际集团创始人,国际生物医药领域著名专家本哈伊姆一行,双方就发挥彼此优势,加强生物技术和生命健康产业等领域合作,共同推进深圳加快建设国际化医疗中心进行了交流。 许秦简要介绍了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深圳是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崇尚创新,开放包容,以色列是全球公认的创新型国家。 本哈伊姆教授及其创始的霍巴特集团在医药和生物物理领域拥有众多的科研成果,希望以本次会见为契机,更好地推动双方在生命健康等领域的合作。 本哈伊姆教授对深圳日新月异的变化表示惊叹与赞赏。 他说,深圳强大的电子信息、互联网、金融产业基础和创新的商业模式,为生命健康、生物技术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希望加强于深圳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的合作,在深圳设立研发和制造企业,将糖尿病、心脏病等相关疾病治疗的最新技术、产品、服务引入深圳,助力深圳国际医疗中心的建设。